小青竹鱼 那個水那裡 有一隻小青竹鱼 那邊有一些水鳥 這個點是我 第一個觀察 如果你能夠長期的 一年、兩年、五年、十年的一個觀察 你會看到它整個環境的變化 你也清楚這邊的動物的習性 跟環境的關係 這邊如果有一些建設會 影響到這個 生物的棲息 那我們就會去 去了解說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對這裡生物 的一個 通緝會比較小的方式 可以提供給政府做參考 以私地為主題的遊學活動 台北現在算是 前台灣首創的一種 前面性推廣活動 我去學校裡面辦的遊學 都委給旅行社 去辦這個 忽然教學活動 他們就有一輪車 載到一個圓肉區裡面去玩一玩 帶回來 我不佛念它的價值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更深刻 帶領孩子從身邊的生活環境認識去 而且它是透過 單車的方式 或者是步行的方式 去認識它 生活這道的實地 我們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東西 都來自於大自然 地球的資源 從永續利用的方式去思考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一種 人跟自然相處的一種方式 那隻小白鹿會過來咯 那那個人來了 那那個小白鹿 那那個小白鹿 這裡面有清白柴柴市 遠一點的地方有萬歲大眼市 淡水喉是台北人的母親之喉 原來有很多的濕地 那這樣的市地如果我們能夠做一個 比較勇氣的一個經營管理的話 把它鑽成一條線 鑽成一個廊島 讓也是能夠可以棲息 讓人類也可以在裡面活動 如果我能夠注意到 請認識工作 给孩子一个成功的支点 让孩子撑起全世界